去 大哥 越来无恙了 我得叫你林总去當 小城都一样 大哥 我是专程来给您接风的 行吧 别别别 我这刚从监狱复了 我把你的车弄光了 大哥 虽然一别十三年 不是遇那么见外吧 我早就等着给大哥接风了 走 爸 走 怎么样 大哥 不错 这景色真漂亮 我说的是这个办公室怎么样 好 大哥 这个副总的座位我 可是一直给你留着呢 只要你愿意回来帮我 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 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这里的环境比监狱好多了 不过 你要让我到这儿来我肯定不习惯 大哥 你变了 我认识的那个江源 可是有野心的你呢 是变了 我在监狱里待了十三年 肯定会有所改变的 你没进过监狱 你不明白 野心和自由比起来 是微不足道的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过日子 大哥 你真的是辜负了我的一番盛情啊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就不勉强了 看来 你现在和李国强是一类人了 是啊 咱们俩肯定不是一类的 他都不勉强了 智康 智康 大哥 你瘦了 而且看起来很憔悴 是不是生病了 不 我很好 直刚 你现在是我最信任的人了 没有大哥 就没有我今天 您放心 我一直在按照您的吩咐来做事 就怕有什么做得不好 辜负了您 你已经做得很好 童源在华欣面前 还是显得太渺小 也怪我 能力还不够 我们现在这样做是对的 现在的童源 不需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否则的话 有可能被林郑华吃掉 公司的注册法人 用的是我表弟的名字 不会有任何人能看出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 雨晨 老给败 老给败 你败是个老给败 老给败 老给败 你败是个老给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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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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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哥哥 你跑了吗 我听着你叫 叫谁 我 你又跟你见于晨了 哦 哦哦哦 哎呀就是做了个梦 就是白天想太多了 今儿又这么累 噩梦你上来了 没事 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啊 嗯 狗强 嗯 我每次一想到雨晨 我心里内不恨他 我就没办法原谅那个人啊 可是你毕竟就等了十三年了 不管你心里头有多少愚爱 有多少难过 这等着十三年的煎熬啊 也该把什么事都消化了 你别忘了 你最心爱的人回来了啊 可我最对不起的人 是你李国强 十三年 为了我 为了雨童 为了江源 你忍受了十三年的假婚姻 你这是图什么呀 你要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 那你还我吗 你看你怎么还 我还不要分期付款的 你想我这儿干什么的去 反正 江源好容易出来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珍惜这个团聚 你们才是一家人 他要对你和对这家有什么误会 我找时间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哪儿是一句两句能解释得清的呀 哥 你快点 来不及了 你就放心吧 别的不行 你说我开车这事 什么时候给你掉过链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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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这 怎么样 好关键事 给我掉链子 那是 你别着急 我下去看看你啊 怎么样啊 没事 你别着急 我看看啊 怎么样啊 没事 你别着急 我看看啊 你这行不行啊 你上车来等我去啊 没事 你等我会儿 不行 我先走了 你这边 曾经 走啊 走啊 这是一个赢吧 你去吧 可以啊 你ше 我先走了啊 你以后要去看看 我再把你帮给我的家 你会儿先走了吗 你还没有了啊 你留下了吗 我先走了啊 我有急事 你能不能让我上去一下 请 请 请收拾赠点 莉莉 对不起 我知道我迟到了 但是这次采访 真的太难得了 你能不能再帮我安排一下 我不用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就够了 小记者 你不用说了 林总让我转告你 不守时的记者 是没有前途的 抱歉 你怎么搞的 江雨桐 你必须给我一个理由 平时同志们还老说 你加班最晚 跑新闻最勤 你还是去年的优秀记者 这么重要的采访 你怎么就能迟到 雨桐 你要是有什么 难言之隐 你就说出来 没关系 就算是约不到林郑华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林郑华这么大一个人物 也不是谁想约就能约得到的 但是你不能为了邀功 边吹一场采访来 对不对 行 行 行 我不管啊 还有四千万的时间 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重新争取到林郑华的采访 否则你们一个也得打算在这儿继续干上去 来 我借个借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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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什么 你 BY我約拾华欣的副总啦 云 extract 谢谢 谢谢 太 extensive了 谢谢 谢谢 Sea 太开心了 哪天我一定都能拜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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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七点 绿林汇总 那就这么着 这么着 事长 这事成了 我一个哥们帮我约好了 华欣专门负责 专利审批和研发的副总 叫魏成江 这些大公司的高管 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不比林郑华好约多少 我为了传这饭局 我费了好大劲